自疫情袭击中国以来,赴日跟团游已冻结三年多。 8月23日,一架载有18名中国游客的航班从北京出发,降落在日本雨田机场。 这次疫情以来,中国旅行团首次重返日本。 在COVID-19大流行之前,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构成了赴日旅游的最大群体, 并且消费额也高于其他国家。 日本对中国旅行团重新开放,必定会对日本的旅游经济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。 中国赴日旅行团领队孙蕾说, 所谓中国第三批开放的旅游目的地国, 然后所以的话呢,我们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不到24个小时, 不到24个小时,就是收买了这个客人。 然后而且的话呢,就是想图一些再买。 来自北京的中国游客徐子昌兴奋地说, 因为这个,就是我,其实这个暑假呢, 我一直也是想出境游嘛, 然后这次看到咱们开放了这个出境团游的政策, 然后我就立刻报名了,正好我也非常喜欢日本这个国家。 好,这就是我看。 好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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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